1月19日凌晨,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出现了一张年轻面孔 据悉,她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大四学生王云奇 因为是实习身份,主持时间被安排在1月19日凌晨3点和4点 虽然王云奇大学还没毕业,可坐在主播岗位上的她落落大方 并无任何紧张情绪流露出来 一位是爆炸力学的开拓者之一郑哲敏 一位是中国预警机的电机人王小摩 下面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王云奇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波音主持专业 专业成绩一直高级全班第一 这次亮相央视也是经过层层选拔 当初共有8名同学被推荐进入央视实习 最终留下来的是王云奇和另外一名男生 看来现在央视的选拔的确在实力的基础上越来越注重外表了呀 优惠人播报,一成立报道 三百位搞笑牛人带来属于网络的欢乐才艺 这是优酷为您带来的 我是传奇2 欢乐节